当年我们选择在香港中文大学建设卫星摇杆地面接受站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南方的自然灾害 比如说中国85%以上的自然灾害主要发生在这个地区 包括台风 强降雨 洪水 滑坡 泥石流等等 所以在当时第一个监测站就是高分辨率的卫星监测室只有在北京的密云 那么我们这是第二个 在这里国家对南方的环境和灾害的监测非常的关注 成立这个地面站的困难 当时主要是我们要寻找一个地方 我们讲卫星地面站它要去接收卫星 卫星信号它是直线传播的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没有房屋 没有太多东西遮挡信号的 同时不要有太多的电磁波的干扰 所以在我们大学校内只好找到中文大学最高的地方 关于这个卫星地面站外形这个球体 主要是香港的地方的特点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香港有很多台风 那么真正在这个地面站里面的天线 它是一个像碗吃饭的碗那样一个碟状的 那么在刮台风的时候 这种碟状东西可能风的阻力比较大 很可能会造成事故 如果它阻力太大 在台风这样的灾害天气的时候 那么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外壳 它实际上是减少了这个风的那个力量 所以是从安全角度把它包起来 当然在香港因为靠近海 我们有很多雾气 雾气里面从海水带上的里面有盐分 盐分可能会造成我们讲的天线里面 那种金属可能会生锈等等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原因 所以用这个一个球形把它包在里面 卫星摇杆地面站的主要功能 当然顾名思义 我们是要接收由卫星拍摄的地球表面的照片 所以基本上它是要做一个信号接收 然后把信号要转变成图像 我们叫预处理 让有关的研究人员 以及包括一些用户 他能够把这个地面的环境变化的照片能拿到 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功能 那么从广义的来讲 我们这边还是在中文大学里面 这个地面站主要的是来支援我们的研究项目 科研里面当然包括我们说 在这个南方我们叫生物多样性比较多 就是比如说我们香港 虽然面积不大 它生物的多样性就Bio diversity 好像比英国一些国家的还要多 因为我们这里阳光好 水也多 雨水很多 所以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很多 那么怎么去了解这个地方的生物的多样性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城市快速发展的变化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非常关注的 所以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做亚热带地区的环境变化监测 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提供社会服务 就通过这些我们接收到的这些图像 为有关的政府部门 甚至其他大学 甚至还有些社会的工商界 他们都非常需要了解这些地面的情况 比如说海面上的易游 一些油污染的监测 或者在填海的地区 地表的不稳定造成的沉降 或者是城市里面的地下工程 造成了地表房屋的不稳定性 或者说一些自然灾害的灾后的评估 像山火 像洪水 包括地震 滑坡和土石流等等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的同事也好 学生也好 利用这些技术在自然灾害 环境变化 对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的影响 是做出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工作 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多年来都参与了联合国的 利用卫星的减灾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参加了一个叫 守望亚洲这样一个网络 就是包括日本 印度 中国 我们都包括香港在内的 大家通过这样一个网络 在这里面共享资源 因为地球是在转的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卫星能够把任何时候的照片都能拍下来 所以大家通过这样的网络 可以把及时的就是不同的地方拿到的资料 送到有关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去 我们自己这边的同学也好 老师也好 不仅在香港参与这些联合国的相关工作 也去到联合国亚太金社会在曼谷的总部 帮助他们开发系统 培训相关的政府官员以及联合国的人员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中文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为香港 为江港中文大学在国际上赢得了非常高的荣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